在抗日期间,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伪军和汉奸,据统计,当时甘愿为日军办事的伪军有90万人之多,汉奸人数更是有200万人之多。 战争结束之后,除了那些被抓的大汉奸外,有很多人都隐姓埋名去乡下隐居,想要躲过惩罚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躲避惩罚的女汉奸,最终却因为贪吃被人发现。 这位女汉奸名叫张桂花,原来她跟丈夫在河北老家生活得好好的,后来日本人抓走了她的丈夫做壮丁。 张桂花为了自己能生存下来,就找当地的一个大汉奸做靠山,并且跟着这大汉奸做了很多坏事。 两个汉奸为了赚到更多的钱,就为日本人做了很多生意。 赚到钱的张桂花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,跟以前的那种穷苦日子比,这样的生活简直自在多了。 久而久之,她变成了一个人人恨的女汉奸。 日本投降之后,这些没有日本人做靠山的汉奸一个个都成了无头的苍蝇,全国到处都在抓汉奸。 那些被抓到的汉奸要么直接被处死,要么被关在牢里是一辈子。 而张桂花在被捕后转到了北京,恰巧碰上了北京解放,她就花了点钱逃了出去,躲到四川一个村落里改名换姓。 过逛了有钱人生活的张桂花,自然在去四川前忘不了带些钱财。 她到四川后,第一件事就是为当地的村落办了个学校,并且跟村民说自己是从大家族里逃出来的。 为村民们建个学校,是希望把钱能用在对的地方。 起初村民对她还是感恩戴德,认为她是一个好人。 但时间一久就发现,张桂花这个人生活过得很奢侈,整日大吃大喝。 有一天,她在家中做了红烧肉,正好被当地人看见,因为当时肉很贵。 于是,村民觉得她的钱来历不明,便赶紧向上报告。 经过一番调查后,张桂花隐藏了15年的汉奸身份被揭露。 想不到一个女汉奸聪明仪式,最终却栽在了一锅红烧肉上。 让我处理一下。 如果还在那里,我会想。 和真的方这个有址红烧肉下的关键。